你凭什么说是我呢 标底是你透露的吧 是你盗用了我的邮箱 你这视频就能看清楚一个人影 你凭什么说是我呀 麦生欢 你别苟急了乱要人吧 虽然你穿着卫衣卫裤 还戴着口罩 但你手上的戒指 我应该没有认错吧 咱们公司那么多人戴戒指 你凭什么说是我呢 你就算是贼喊捉贼 你也找个扣补点的理由吧 戒指不是铁拳 那你身上戴的包呢 什么包 我说那天你身上戴着的包 我那天根本就 没错 你那天身上 根本就没有戴包 麦生欢 你炸我 一报还一报 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姚总 我 我知道错了 我就是一时被德山的人给迷惑了鬼迷心窍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就是了 陈欢 你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什么依靠也没有 我真的不是有心要害你的 再说 你男朋友不是德山的小老板吗 我用你的名义发邮件 不也是帮你得个脸面吗 我不需要这样的脸面 我真是谢谢你 陈欢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以后肯定不会这样做了 求你了 陈欢啊 你看这样好不好 无忧呢 毕竟也是老员工了 跟你一起共事了那么多年 你看能不能原谅他这一次 不能 对不起 朱总 我不能原谅你一个 一而再再而三害我的人 而且这次他害的不是我一个人 他把整个酒店整个集团 都拉下了水 如果你们要为这样的人 这样的行为进行隐瞒的话 那以后我们的酒店 还有什么公正信任可言呢 报警吧 如果你们不报的话 那我来报 你报吧 你报啊 我现在就在这 寸土寸金的办公楼上 出入这一晚上成千上万的高捨酒店 看似天之交索 又光鲜又清闲 可实际上呢 实际上我住在松江 每天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几天天 还要和你们这些 内缓不出中缓不卖的人 假装是同一个世界 还有外面那帮人 他们要位置的有位置 要靠山的有靠山 还有的人靠着位置等着养老 可我们也是人 也有野心有欲望 遇到一丁点的机会 就想突破头上的天花板 这有错吗 我只是想靠自己的努力 留在上海 不那么难吧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上海本地人 所以日子一定过得比你好 我弟弟 一个大高个子 现在还睡在阳台上 我爸 一件衬衫穿得都发黄了 也舍不得去换 还有我妈妈 永远在灶台前都转不过身 你有野心没有错 有欲望也没有错 你想赢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也想生殖 我也想赚钱 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 但是我赚的每一笔钱 都是清清白白 我不会为了自己的私欲 而去践踏任何人 所以对不起 你的行为我无法原谅 我也不会原谅 苗总 这件事情还是您来处理吧 马上出公事 我又被开除 交给警方处理 去吧 走吧 没有 苗总 怎么 你还有什么事吗 苗总 我申请调职 你想调去哪儿 离你越远越好 好 那就酒店公寓的屋业 你怎么在这儿啊 刚搬过来 不行吗 你不是一直住组店吗 这一层 你管的 嗯 过来帮忙 真是够倒霉的 又碰到我 好了 杨先生 您的灯我已经修好了 您的灯我已经修好了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这么着急 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没有 表先生 我分管十六湖 并不是您一对一的秘书 如果您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 我就不打扰了 还有 麻烦您在应用程序上 对我本次的服务进行点评 谢谢 饮水器好像有问题 好的 苗先生 每天我们公寓会给您送水 您不用自己买的 我喝惯了特定的水 习惯了 那您知不知道 您特定的水是不能加热的 一旦加热 矿物质结构 会堵塞饮水机 解决问题 能不能搞定 明天我会把柠檬酸带过来 给您彻底地清洁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姚先生 您看看您家 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坏了吗 我一并帮您修了吧 应该没有了 那太好了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麦神欢 我会给你五星好评的 我相信不管是秘书还是管家 你都能够胜任 你这是打我一巴掌 给我一个填枣是吗 你可以这么认为 姚志明 之前的事情我不想提了 我既然现在来到了公寓 我就会踏实工作 从头再来 至于你 我希望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你也不必要这么假惺惺地关心 我不需要 好 但你以后在工作上 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我 不必了 上一个职位给我的职场忠告就是 不要随便接大饼 尤其是领导 以及客户的大饼 再给你一个忠告 最后一次 记得 从客户最需要 最紧迫的舍上下手 你是管家 别什么都做 谢谢